- 嗨 大家好 我是丫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上次整理眼影盘有提到 很鲜嫩多姿的 Apue橘色系眼影盘 完成了一个 可爱橘子汽水感的眼妆 这一盘的外观 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 虽然实际到手感觉 重量有比想象中轻一点 那当初只是随便试几个颜色 被它鲜嫩多姿感的橘色而吸引 每回来实际全部试色 才发现有几个颜色超透明 跟它在盘内看起来差蛮多的 我特地拍我沾取跟刷色的过程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看得出来 它的显色度啊延展度 一样我这样子搓三下来沾 刷色的表现落差蛮大的 还是说难道这就是 刻意设计的透明感吗 这盘大概有一半颜色都带 有点细碎的亮片 但是实际上也不明显 九格里面啊有三个不错 三个还可 三个黑人问号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颜色很漂亮 很喜欢它画出来的妆感 鲜而不厌 那赶快进入眼妆吧 先用浅粉色来打底 是说为什么整盘整橘色系 会有粉色的打底呢 用这个上起来非常清淡的咖啡色 上在整个眼窝 大面积的拍上去 我上了两次 加一点深邃感 用扁刷沾最可口的鲜橘色 压在比上一个步骤更小的范围 可以重复叠到饱和为止 然后再用上一支刷子 把界线晕染开 接下来我用擦起来很透明的 深一点的橘 加减加减加深一下眼尾后半的地方 其实多加几次还是稍微有感觉的啦 最后呢可以往前带到上一个步骤的边界 多一点深邃感 然后再往外晕染开 接下来用这个更深带一点红的橘 我要加在眼尾眼头的地方 我会先着重在眼尾画出一个小小的三角区块 然后再稍微往外带 也可以拿上一支晕染刷来刷开 接下来呢我再加一次眼尾的地方 剩下的量再压一丁点眼头的地方 两边就这样重复加到满意为止 接下来呢我觉得是重头戏 因为这个蛋金菊的颜色点在中间 瞬间让眼妆美了好多啊 虽然还是不太显色 就用手指上还是重复叠了好几次哦 一样的颜色呢我拿来打亮眼头跟卧蝉 也是重复了好几次 再用刚刚用的颜色画下影后三分之二 更深一点的再加深眼尾三分之一 跟连接上眼影 最深的颜色画一下眼线 眼尾这次我有特地往上勾翘起来 因为觉得颜色不够深啊 还有再沾眼线胶笔来加强一下眼尾的部分 用到的产品我都会写在资讯栏记得看哦 明明觉得好几个颜色显色度傻眼 却我很喜欢完妆的效果 但其实不显色沾取的时候啊 它就可以猛沾狂沾 其实还蛮爽的 唇彩我觉得应该可以搭一个彩度更高 看起来更鲜嫩多汁的那一种 但是呢我剪接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触 总之呢我预计还会用它再画一个眼状 那今天就先这样 那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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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